第十一節目 第十一節目 第十二節目 各位騎友大家好 那接下來呢 這一集我將延續上一集還沒有講完的變化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就跟著我一起 Let's go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斑完斷之後的一些變化 那首先第一個呢 黑旗叫吃 然後呢 白旗黏住 然後呢 黑棋貼回去 之後呢 白棋如果簡單的吃掉 黑棋頂住的話 結果呢 應該是 黑棋是不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局部啊 黑棋以後還是有手段可以利用的 以後呢 黑棋是可以考慮搬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吃掉 然後黑棋剁回去 那這樣的話其實白棋是非常的 有點慘 因為你只有一隻後手眼 而且這個還是肯是 這個是假眼 好 那當然你也有可能是考慮切斷 那切斷的話 我白棋就叫吃 然後吃掉 然後再叫吃回去 那這樣的話 比剛剛稍微好一點 你雖然是吃了一個真眼 可是這樣的白棋其實還是必須要 還是必須要跑出來 那這樣子黑棋的變化 是不錯的 好 那所以說 當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白棋如果選擇吃 黑棋頂住是不錯的 那當然白棋這時候也有一些 反擊的手段 例如說直接挺上去的話呢 然後白棋斑 然後黑棋連斑 那這時候白棋接起來 然後黑棋也接起來 然後白棋局部呢 暫時可以手八 然後選擇 手要走大場 那這樣子的結果呢 其實我個人還是覺得 黑棋是不錯的 因為以後 雖然這個地方目數好像比剛剛多了一些 可是呢 以後黑棋呢 還是有一些收關的手段 以後呢可以考慮立這個 擋一個 然後點在這地方 這是收關的一個好次序 那如果你走這樣子 然後黑棋就渡回去 好 那所以說啊 這樣子 因為有這樣子一個變化 所以我是覺得 黑棋這樣子選擇呢 應該是 黑棋是不錯的 叫吃這個時候啊 其實白棋啊 不一定要考慮接 這時候白棋當然也可以選擇怎麼下來 白棋選擇反打 打的話我一樣吃掉 然後呢白棋再叫吃 那這時候呢 黑棋也可以考慮手把 當然你要補 你要走這個也可以 那手把的話其實比較簡單一點 那以後就是 這個地方以後有一個 鴛鴦斷的可能 那當然因為現在有個結針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先 暫時放著不走 當然你如果要去 花一手去走的話 那黑棋也有可能考慮手把 那在這個速度上呢 黑棋可能就比較快 好 那所以說 呃 如果是這樣走的話 我是覺得黑棋還是不錯的 那當然黑棋也可以考慮走這個 那走這個的話 白棋就先提一個 然後呢接住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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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打 然後搬 然後退一個 然後爬一個 然後擋住 然後呢 這時候呢 局部呢白棋活了 這時候再手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雙方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外視呢 因為以後還是有一些斷點 那就是在勝率上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個人呢 是比較喜歡白棋 稍微多一些 這個關於打路的變化呢 就 基本上呢 是到這邊 針對這個打路的變化 除了這個地方之外呢 我們還有個比較嚴厲的下方 就是點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呢 之後的變化呢 那我們就下集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的變化呢 我就分享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吧 掰掰